2018年8月7日16点57分54秒来源,兵器次元喵超级计算机,曾经是美国和同日本的骄傲,因为这两国多年来一直交替成为超级计算机。 浮点计算速度的排名第一,但是在2013年6月以后,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一个超算浮点速度的冠军了,那就是中国,超级计算机也成为了中国的骄傲,天河二号计算机。 2013年,中国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击败了美国的泰塔超级计算机,成为了世界上预算最快的计算机,然后这项桂冠就在也没有旁落过。 直到2016年6月,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,成为世界上预算最快的计算机,而天河二号也牢牢地占据着世界第二的位置。 令曾经的超算霸主美国,不得不在一次次的比拼中俯首称臣,更让美国难堪的是,欧洲小国瑞士的超级计算机也跑到了它的身前,成为了世界第三,美国就这样被挤出了前三。 其尴尬场面简直实实令人难以想象,美国Summit超级计算机,今年6月,美国终于重新夺回了浮点运算速度的世界第一宝座,他们的Summit顶点计算机时隔登五年半再次登上了榜首,每秒的浮点计算次数高达12.23亿亿次,超越了太湖之光的9.3亿亿次,然而美国这次能在世界第一的宝座上做多久呢? 答案是最多两年,而且两年之后将会以被碾压的方式再次超越,太湖之光计算机8月5日,中国的神威一级百亿一次超级计算机原型机系统完成研制,并且顺利通过课题验收,即将进入工程化阶段。 更为令人自豪的是神威一级计算机全部使用我国自主研发的芯片,一级超算被世界公认为是超级计算机界的下一顶皇冠。 因为目前无论是美国的Summit,还是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等世界顶级超级计算机的计算速度都是10亿亿次左右,而一级计算机的计算速度将是超过百亿亿次,速度是一下提升了10倍。 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相关的研制计划,但是这次依旧是中国再一次走在了世界的前面,率先完成了原型机的研制工作。 其实在神威一级计算机通过课题验收之前,天河三号一级计算机的原型机已经在2018年的7月22日通过了课题验收,而且预计将会在2020年前在原型机的基础上完成一级超级计算机研制制造。 也就是说,最晚2020年,美国的Summit超级计算机就会再一次成为中国的手下败将,而且是被10倍速度的优势碾压,天河三号通过眼,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,将会再现天河和神威两个中国造超级计算机,垄断运算速度换押军的局面,而美国还会再一次回到追赶者的位置。 美国要想再次超越中国恐怕只能寄希望于量子计算机了,但是目前来看,量子计算机只不过是水中花静中越而已,再说了量子计算机,说不定中国也会领先美国呢? 量子计算机原型机超级计算机的伏点运算速度的榜首之争,其实也是中美多领域竞争的一个缩影。 美国在很多领域被中国全面超越,已经是不可逆的大势所趋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